好 第五问题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那么这种方法也叫间接法 我们前面所讲的是以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为起点 然后调节为经营活动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在净利润的技术上 从下往上调 前面是从上往下调 这是从下往上调 不一样的 但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来看间接法是指本期净利润为起点 那么通过调整不涉及现金的收入费用 不涉及现金收入费用 还有营业外收支 因为营业外收支这部内容 可能是与投资活动有关 与基因活动没关 与基进行应收应付等项目 这个应收应付 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涉及到现金 有的时候可能涉及现金 但不影响利润 等项目增减变动 调整不属于基因活动的现金收支项 不属于基因活动的 比如说不属于基因活动现金处置 固定资产 收到现金了 卖亏了卖赚了 那么影响我利润的问题是 等等啊 据此计算出基因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的方法 好 那么间接法填列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四大类 四大类项目进行调整 第一 实际没有支付的现金的费用 第二 实际没有收到现金的收益 第三个 不属于基因活动的随意 第四个 是精性应收应付项目 这四个内容 看公式 这四个内容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四个内容就这个 我不在这解释 在这解释了 基因活动产生现金量净额 是在净利润基础上来进行调节的 那么第一个 不影响基因活动现金流量 但减少我净利润 比如说 借管理费带累计折救 借管理费带累计折救 对吧 那么第一 属于基因活动吗 属于基因活动 属于基因活动 第二 有现金流吗 没有现金流 借管理费带累计者 没有现金流 但在影响我利润 影响我利润 怎么办呢 我在这给他加回去 加回去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不影响基因活动 现金流量 但是呢 但是增加了净利润 不影响基因活动 现金流量 但增加利润 比如说 我处置固定产 我卖赚了 卖赚了 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走什么项目 走的是资产 处置收益 利润增加了吗 增加 但它不水基因活动 水投资活动 减掉呗 加上 与净利润没有关的 但增加 金融活动 现金流量的 与净利润没有关 净利润没有关 但是呢 无关的 但增加 金融活动 现金流量项目 比如说 我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去年没收钱 金融收钱了 翻路 借银行 带营收 借银行 带营收 那么影响利润吗 和利润没有关系 但是现金流量增加了 再接下来 与净利润没有关的 但减少 金融活动的 现金流量的项目 比如说 我购买材料 去年没给钱 金融给钱 借银付 借银付 那么带银行 从现金流出了 但净利润不受影响 所以这公式呢 四件事 这四件事 加加减减 所以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记住个特点 三件事 如果同时满足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调了 那么第一个 首先我们在净利润 记上去调 所以首先要看 是不是影响我利润了 净利润了 这第一 是不是影响我净利润了 净利润扣掉所得税的 扣掉所得税的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你看看是不是经营活动 是不是经营活动 是不是经营活动 那么第三个呢 那么看看有没有现金流 有没有现金流 有没有现金流 那么这三点如果都满足了 就不用调了 比如随便说个例子 随便说说 比如说我借管理费 带银行存款 借管理费 带银行存款 那么你在计算 基因活动 现金流量 净额的时候 净额的时候 用间接法调 用调吗 不用调 为什么不用调了 借管理费 带银行存款 第一 影响我利润呢 第二属于基因活动 吗 属于基因活动 第三有现金流 吗 有现金流 这不用调了 就不用调了 再比如说消费商品 消费商品 钱收了 借银行存款 带收入了 借银行带收入 这个用调 不用调了 第一 影响经营利润 第二 基因活动 第三 有现金流 有 你也不用调了 但是我销售上 钱没收到 那就调了 好 第一 影响我利润 影响利润呢 是基因活动 是基因活动 但没有现金流 调吗 这时候调了 听懂了吗 所以这三点都满足情况下 不用调了 有一个不满足都要调 再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这个 我们所讲的 比如说 我在有这么一个 你看着 我购买 购买固定伞 就购买固定伞 购买固定伞 就这么一件事 借固定伞 带行送款 用调吗 就这么一件事 用调吗 为什么来看 第一 是基因活动吗 世界不是基因活动 一个要的利润 不影响 现金流吗 现金流有没有 跟他有什么关系 跟他没有关系 因为他不影响我经历 不影响我经历 那我就不需要 在这去考虑了 不需要考虑了 所以一定要考虑 先影响没影响 我经历利润 影响没影响经历利润 所以这三句话 一定要搞懂 所以我再说一下 刚才我说的第一个 支付 办公费 借管理费 带行送款 这就不需要调了 这个就不需要调了 对吧 因为第一 影响我利润 第二 属于基因活 第三 有现金流 这种情况 你就不用管它了 那么销售商品 钱收到了 影响我利润 而且也属于基因 而且在这现金流 也有现金流 就不用管它了 不用调了 对吧 好 所以我需要你们调的什么 需要你们调的就是 刚才我们讲这四大类 这四大类的情况 就这四大类 就这四大类情况下 那么有点公式 好 下面我们再接下来看 我们是在净利润 技术上来进行调节的 对吧 所以想净利润 代方核算内容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公民价值变动 随意 不是报表 下面是科目 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 随意 其他收益 营业外收入 那么这方呢 有主营业务成本 税率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还有什么 资产或卸用 减值损失 营业外 指出所得税费用 最后算出净利润 好 那么你就想着 刚才我讲的那三件事 用了三件事 去调节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一个来讲 第一个 资产或信用减值准备 这里所讲的资产 和信用减值 是指当期计题的 扣主长回答 属于利润调节项目的 属于利润调节项目的 但是没有发生现金流出 所以在净利润剧上 我要给他怎么 需要给他加回来 对吧 来吧 还说这三件事 还说这三件事 第一个 一定要考虑 影响不影响我的净利润 影响不影响我的净利润 对吧 那么第二 属于不属于经营活动 属于不属于经营活动 那么第三个 有没有现金流 好 那么来吧 分路 借信用减损失 代计坏账准备 咱说的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你来看吧 第一 影响我利润 利润减少了 第二 属于经营活动 第三 没有现金流 但那影响我利润 没有现金流 怎么办 他不减了我的利润 我得加回来 所以加回来的意思 听说加回来 所以 所以费用增在净利润 在净利润期上 要给他加回来 加回来就可以了 三件事 第二 固定攒折旧 且既提固定攒折旧 包括在管理费用中 也可能包括在制造费用中 其中 记录管理费最简单 记录管理费这部分 作为期间费用 计算净利润中 已经扣除了 但是没有现金流 怎么办呢 加回来 加回来 因为借管理费了 对吧 所以第一 影响我利润 利润减少了 第二 水基因活动 第三 没有现金流 再加回来 对吧 好 这是一个 麻烦就麻烦 在下面 记录制造费用的 道理差不多 但是稍微麻烦点 记录制造费用的 那么 经过变现的部分 那么 变现的部分 比如卖出去了 因为制造费用 最后记录哪 记录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 完工后转到库存商品 转到库存上 卖了 变了现了 这一波内容和记录期间费用的道理是一样的 处理是一样的 那么记录制造费用没有变现的 没卖的 还没有卖的 这部分 在本项目下 就不再做处理 本项目下不再处理 那么这个内容是以后面会讲的一个存货 存货减少的项目当中再去调 知道这就可以了 下面这种你不用过多深入去了解 记住一个那个借管理费就可以了 借管理费可以了 借管理费代计累计折旧 这个内容是加回来的意思 所以费用增在净利润期上加回来 第三 无形散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知道无形散就可以了 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散摊销 一般来讲既有管理费用 个别情况也可以进入制造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大多是寄入管理费 那么有的时候寄入销售费用 也有的寄入制造费用 那么进入的管理费用 和进入制造费用等变现的部分 在计算净利润中已经扣除了 但是没有新金融怎么办 加回来 还是那句话 加回来 那么进入制造费用的 没有变现的这一部分内容 以后我们再调存货的时候再调 调存货的时候再给它调一下 现在也不用管他 所以这个内容还是费用增 在净利润的计算 那么再加回来 所以你就想什么 想这个本年利润 还是想这个前面说的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 那么我要再净利润 进入上去调 净利的进入上调 对吧 你这块借了管理费了 借了管理费用 费用增加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注意他一定会减少我利润 但是没有现金流 怎么办 他不减了吗 减了我进入再给他加回来 减了我利润再给加回来 这个意思 好 第四处置固定攒 无形攒和其他长期攒的损失 为什么讲损失 损失是加 收益是减 所以这减 这是收益 处置固定攒 无形攒和其他长期攒 发生的损益 属于投资活动 属于投资活动的损益 它不属于基因活动 但它影响我利润了 影响我利润了 影响我利润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着本年利润 还是想着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 咱说卖亏吧 卖亏了 我们处置卖亏了 发生个在街坊 做什么 报表项目 叫资产处置收益 对吧 科目叫处置随益 那么这样减了我减利润 减少我利润 但是这个内容 它根本不属于什么 根本不属于经营活动 不属于经营活动 它属于投资活动 但它影响我利润 影响我利润怎么办 它不是在这我减 我加回来 再加回来 所以这会有一个加回 看见了吗 损失加回来的意思 我卖赚了呢 那我卖赚了 走什么刻 我们资产处置 损益在带方了 在带方了 在带方了 增加我利润了 那么怎么 剔除掉 要减掉的意思 看见了吗 要扣除 所以是收益的话 在净利润基础上 是给我扣减的 减掉意思 因为它增加我净利了 所以这块归纳 就是损失是增 那么在计算净利润基础上 那么再加回来 损失给我调增 反正讲呢 收益给我调减 给我剔除掉就可以了 第五 固定咱报废损失 和第四个内容一样 报废这个内容 仍然是属于投资活动 而不属于基因活动 所以在净利润基础上 要给我调整回来 要剔除掉 如果损失的话 损失的话 走一万支出 报废不走一万支出吗 所以在净利润基础上 再给我什么 加回来 如果收益 走营业外收入 在净利润基础上 给我什么 扣除掉 减出来就可以了 根据营业外 等明细科目 分析计算前列 第六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通常是与投资活动有关 有些情况下 可能与筹资活动有关 筹资活动有关 那比方说 那个交易性金融负债的 公允价值变动 那么是与筹资活动有关 那么它不影响企业的 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 不影响现金流 所以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你看了 那么想着本年利润 想着本年利润 如果是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在大一方的话 在大一方的话 必然会增加我的净利润 那么第一 它影响我利润 第二 它不属于基因活动 不属于基因活动 那么它属于投资 或筹资活动 怎么办呢 给我减掉不就完了吗 减掉 所以是利得的话 利得 如果利得的话 给我减掉的意思 那么如果说是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 存在界方了 那么减少我利润了 那我再加回去吧 如果损失 我怎么办 再加回来 看到吗 加回来不就完事了 所以一定要想这个 钉字账户特别简单 好 第七 财务费用 企业发生财务费用 不属于经营活动部分 那么在调净利润的时候 那么这一波内容 要给它加回来 但属于基因活动部分 你不要管它 属于基因活动 不用管它 比如说我们说过了 收到的是活期存款的利息 进行所带财务费用 这个属于基因活动 你不要考虑了 这个内容不需要考虑了 所以我们还是讲那三件事 还是讲那三件事 第一 一个是影响我 净利润 第二 是基因活动 那么第三 那么第三 有心理流 所以这个 这个内容 不属于基因活动的 属于筹资活动 那么要给我 加回来 好 收益 那么扣除 第八 投资损失 且发生了投资损益 那么一般来讲 都属于投资活动 产生的损益 不属于基因活动 所以在净利润 调几为基因活动 现金流量的时候 必须要我剔除 哈那句话 我看这个 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 如果是 是处置交易性 兼容赚 等等等等 那么这块 卖亏了卖赚了的话 那么如果说 影响我净利了 那么如果在代风 在代风 那么你想想吧 利润增加了 但他不水基因活动 怎么办呢 在这给我扣除掉 给我减掉 如果在街坊呢 是投资损失 投资损失的话 那我再加回去吧 再给他加回 他不减了我利润呢 减了我利润再加回去 就可以了 好 快速回答 下面讲这个题 这个题有一定难度啊 初哨本年 购入的交易性经算 就这句话 里面就两个陷阱 第一 初哨了 那么第二是 本年告入的 是本年一个是流出 然后又卖了 又流入了 所以本年有一个流入和流出 这个不能抵消啊 在现金流量表中分别劣势 好 来看一下 收到的现金呢 是多少 200万 成本是100万 说吧 今年买的时候花100万 卖的时候 卖200万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持有期间 公允价值变动是50 好 在基因活动 现金流量时 我在净利润 基本上 我应该考虑如何调整呢 好 我们看答案 第一个 买的时候 借交易性金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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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是100 这属于投资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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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50 带了公元价值变动 所以在本年利润账户的 本年利润账户的贷房 本年利润账户贷房 那么贷房金额多少 50万 这一个吧 这50万吧 这50万 第一 影响我利润了 影响我利润 净利润增加了 但它不属于基因活动 属于投资活动 怎么办 减掉呗 所以就减一个吧 还有一个这个投资收益是多少 投资收益50万 那么这个50万 这个50万也不属于基因活动 属于投资活动 怎么办 减掉 所以最后 看见了吗 调减在净利润上 调减一般 两个50 两个50 知道了吗 好 第九 地人所得税资产的减少或增加 那么快速计资产 增就计减 减就计增 这话你记不住 很好办 来看下面的快速回答 地人所得税资产 年初金额100 那么年末金额是160 发生额在这呢 发生额在这呢 给我刷分路 借的是地人所得税资产 对吧 借地人所得税资产 地人所得税 所得税资产 这没问题吧 我现在问你带什么 没有特殊情况 带的是所得税费用 带所得税费用 在哪方 在带方 那么这个内容 咱说这个内容 有现金流吗 有现金流 没现金流 但影响我利润了 增了我利润 增了我利润 不带带方吗 带所得税不带带方吗 增了我利润了 增了利润怎么办啊 我给他怎么减了不就完了吗 调减不就完了吗 所以在净利润 基础上在净利润 减掉这个60不就完了吗 减60不就完了吗 因为我借地人所得税资产 带着所得税资产 在带方了吗 对吧 所以这块你看 这个所得税资产 在建方带方 来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使地人所得税负债 增加减少你别管他 这个快速记 不想记别记 就想那个分路也可以了 就想那分路 地人所得税负的年初一般 年末是160发生在带方 说分路 代计地人所得税负费用 在两方在借方 在借方的话 本年利润 在本年利润的借方了 对吧 在借方了吗 那么减少我利润了 减少我净利润 没有薪金怎么 加回去 是吧 加回去啊 你不加回去吧 挣了挣的60 加回去不就完了吗 不难 十一 存货在减少 就这个存货减少 我们刚才在第一个中讲到了 那个制造费用 讲到就是说这个 说这个类型 这个项目也在填列的时候啊 我建议大家还是想什么事儿 还是画钉字账户最省事儿 画钉字账户 我们先说文字吧 准则怎么说的 是资本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七出 期末余额之间的差额 期末大于七出的话那差额 用负号列式 用负号列式 如果存货增减变化过程属于投资活动 比如在建工程里用的 那么这个因素剔除掉就可以了 所以快速计资产增就计减 减就计增 不知道老师还是不知道啥意思 不知道啥意思 咱看这个 特简单看这个就知道了啊 咱先说这个啊 选中这边 存货年初一百 年末一百二 这块发生额是二十 发生额二十 我问大家分路怎么做 分路怎么做 借记库存商品 借原材料 没问题吧 借库存商品 借原材料 代记银行存款 我说代了啊 代记的是银行存款 代记银行存款的话 第一 手于基因活动吗 手于基因活动 那么第二个 有限制利用吗 有限制 第三不影响我利润 不影响我的利润 但的的确确是现金减少了 现金减少了 是现金减少了吧 的确现金出去了吗 借记库存商品等科目 代银行存款 现金减少了 那么填多少 填负的不就完了吗 填负的不就完了吗 对吧 填负的不就完了吗 所以来看一下 看这个 如果存货年墨余额是120 则在净利润基础上 调决基因活呢 扣除这二十万 扣除二十万 对吧 所以这块你就记住一个特点啊 划丁字账户最省事 你想分路啊 这边这是借存货 带银行所 带银行所 现金减少了 但它不影响我利润 不影响我利润 我是在净利润基础上调节的 对吧 然后你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是谁大于谁的问题了 好 这一个啊 再接着看这个图 年初一百 年末四十 发生额是六十 这六十转哪去了 这六十转哪去了 转到营业成本用报表项目 营业成本中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季库存商品 报表呢 是营业成本 这个借营业成本 代季活 就这个内容 第一 水晶活动 知道吧 第二 影响我利润了 影响我利润 影响我利润 影响了啊 第三 没现金流 没现金流 所以 那么营业成本增加了 必然会造成我净利润减少 没信用 加回去 所以加上六十 加回去 看是不是加 加六十 你看 划钉子账户 是不是好理解 好理解一下 我建议大家 慢慢去划钉帐 如果你要 想在现金流 要不要 花时间的话 就在这儿想花时间 用钉子账户去弄 很好弄 你这么去背 背不下来 我有时候背不下来 我背他干什么 我通常就是 反应过来 操控上 划钉子账户 就知道怎么回事 划钉子账户 就知道怎么回事 就这意思 好 第十二 金性应收项目 那么金性应收 包括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长期应收款等 好 那么这一类内容 在填列的时候 在填列的时候 那么怎么填 还是那句话 资产 增就即减 减就即增 这个内容 和刚才那存货 道理差不多 不行 咱就画钉子账户 来看这个钉子账户 那么应收账款 年初金额是100 年末20 发生额是80 在贷房 你说分路吧 贷应收账款 知道 那么借什么 借银行 收钱了 借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收了钱了 是不借银行存款 那么这个时候 注意第一 属于基因活动 那么第二 有些有 第三 不影响我利润表中 净利润 但的确现金增加 填多少 填正的80 看是不是正80 看是不是正80 在这 是不是正80 正80吧 正80吧 对吧 因为我借的是银行存款 对吧 来看这边 这边借银行存款 借方金额是100 年末是130 发生在这 发生在这 借银行收贷什么 我写这边贷什么 贷的是收入 简单写贷收入 那么借银行收贷收入的话 那么第一 基因活动 那么第二 影响我利润 第三 没收钱 没收钱怎么办 但是利润增加了 没收钱怎么办 减掉 减掉这个30 减掉30 那么那会加码是 看来是不是减 这不减吗 减30吗 划丁账户 是不是更好理解 好理解的 我认为好理解 这是基因性应收 同理基因性应付 也是一样的 包括哪些 有应付账款 记有一个应付账款 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管它 其他不用管它 在填列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这个内容就反了 增就计 增减就计 跟前面不一样 还是记不住 还是划丁账户 还是划丁账户 来看这个 应付账款 年初是一百 年末一百三 发生在这儿了 刷翻路 这是什么 这是借什么 借什么 贷什么 借这边对那科目 借什么 写在这儿吧 借的是存货 借库存商品 借存货 带应付 带应付 金额30 对吧 借存货 带应付账款 30 那么这笔 有现金流吗 没有现金流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来讲 第一 是基因活动 是基因活动 没问题 那么第二 那它没影响 我的利润 那么第三个呢 也没现金流 但是它属于 属于什么基因活动 所以这个内容怎么办 马上想的第一个项目 前面项目 这个存货 借了存货 存货 假定存货全卖了 假定存货都卖 转哪去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了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利润减少 但没现金流 再加回去 所以加上30 加30 再说别 借存货 带应付账款 第一 守移基因活动 但不影响我的利润 现在这笔分子 不影响我的利润 同时呢 又没有现金流 没有现金流 但是呢 因为这个怎么去理解 怎么理解呢 借了存货 假定存货都卖了 我只能说假定存货都卖 卖了后转哪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中去了 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然后呢 减少我利润了 但是没有现金流 再加回来 所以加30 你看是不是加30 哪呢 这呢 加30 是不是加30 是吧 好 这一个 再看这个啊 那么这个是年初一般 年末六十发生在这儿了 这块是借应付贷什么 贷银行存款 贷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写出来吧 借银行存款 对吧 借银行存款 贷银行存款 40的话 第一 水击活动 那么第二个呢 不影响我的利润 第三有现金流 现金的确是减少了 减少了 减少40 但利润表中没他事 怎么办呢 减掉 所以看是不是减 这儿呢 这儿呢 减 是不是减40 减40 所以划钉子账户 我认为更好 更好 好 这是基因性应付项目 基因性应收 基因应付 你都可以划钉子账户来算 考的频率不高 我先说考的频率不高 你想花时间去弄的话 划钉子账户最好办 下面来看 19年口题 这编制 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是在净利润 基础上来编制的话 调节基因活动 下列项目 是属于调增的事 调整增加的事 存货的增加 坏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划钉子账户 还是给大家划钉子账户 我在这儿划吧 存货 存货增加 年初年末不说了 年初年末 比如增加了一个 假定说十万元 分路 借存货 借存货 看到吗 带什么 带什么 这边对应什么 对应什么 对银行存款 老师你为什么不对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在经营性应付项目中对应的 在经营性应付项目中对应的 听懂了吗 所以这块对应的不是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对应的是 存货对应付是在经营性应付中 所以这块定义项存款 第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容借存货带乡存款了 对吧 存货增加增加了 那么这个内容 第一 第一个内容 现金的确是减少了 现金的确是减少了 但它不影响利润 而且水基因活动 所以这水调减项目 所以这个内容是 A不对 应该调减 不是调增项目 所以来看一下 存货的增减变动 一般水基因活动 在存货增加的情况下 说明现金减少了 不带一行存款了吗 都带一行存款了吗 说明现金减少 或经营性应付增加 所以在净利润基上 是属于调减项目 所以A错了 是调减的 不是调增的 不是调增的 这没问题了吗 再来看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损失 借记资产减损失 待记什么什么准备 对吧 第一基因活动 那么第二个呢 利润减少 第三没现金减少 怎么办 给我加回去 所以这是加的 这是加的 无形暂摊销 加回去 道理 公寓价值变动收益 在本年利润账户的 本年利润 想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在哪方 公寓价值变动收益 收益收益在那边 那么利润净利润怎么了 增加了 但是这个内容 它不属于基因活动 属于投资活动 那么怎么 减掉啊 这属于减的意思 调减的 跌不对吧 所以选择内容就应该BC了 选择内容BC 好 这是一个 好 到这位置 现金流氧表内容都讲完了 说实在 现金流氧表内容 从考试角度来讲 这块内容 考的概率并不是 计算题 大题啊 概率并不是很大 但小题可经常考的 小题经常考的 一般来讲 考主标考的多 后面补充资料 在净利润计算调 你看看了吗 这题我基本没删 都留着呢 考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第一 要求你们三大类 那三大类先给我搞清楚 那么第二个 三大类的计算 三大类就不是某个项目计算 经营活动流入 经营活动流出 投资活动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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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意思 这是第一个第二 那么第三个呢 掌握一些特殊的一些项目 特殊项目 经常考的 那么最后这个内容呢 在净利润计算调节的话 实在搞不懂 画金账户 一个画 本年利润账户 想本年利润 所以再强调一下 后面这个内容一定强调什么 三件事 第一 净利润 影响过净利润了 那么第二个呢 是 收不出 经营活动 那么第三个呢 再说第三个内容 那么有没有现金流 有没有现金流 就完了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 如果三个一样 就不用调了 我再说三个一样的 比如说 借管理费 带银行存款 不用调了 第一 影响过利润了 第二 经营活动 第三 有现金流 不用调了 消购商品收了现金了 收了现借银行带收入了 用调了 不用调了 那没收钱得调了 没收钱调了 知道 没收钱就调了 所以这个内容 大家呢 要慢慢的去揣摩这块内容 好 谢谢六秒 我们就讲到这 都没有调了 我可以去揣摩一下 还有 Oui racin